接下来是一场中日大战 首先有请的是日本选手 季村一城 来自日本的季村一城 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身高1米7三 体重68公斤 17战11胜 5次KO对手 日本空手道锦标赛 68公斤级冠军 13年K1晋级赛 65公斤级冠军 与日本选手季村一城 对决的中国勇士 他的名字叫谢雷 中国勇士谢雷 68公斤 23岁 身高1米76 来自辽阳 武林峰战绩 16胜3负 武林峰走进 马来西亚冠军 武林峰走进 新疆哈密冠军 武林峰走进 菲利民冠军 武林峰 洲际金腰带 亚军 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两位选手 继承一城 中国勇士谢雷 比赛现在开始 伟林峰带 你现在收看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六场比赛 这一场终日对抗赛 红方 现在获得过四条金腰带的谢雷 也是中国战警 来自辽宁创新博军俱乐部 他的对手是日本的计算议成 谢雷的这个拳腿的配合组合 是非常的流畅的 而且谢雷在这个泰国参加过 K1的这个超级战 而且是战胜的对手 赢得了胜利 当然那个对手也是日本选手 没想到今天在这个现场 又碰到日本选手 我们从双方的第一回合来看 这个鸡村一城就从他那个出拳出嘴 虽然他在日本参加过 K1的这个金球赛湖的冠军 但是明显他的实力不如这个谢雷 这个日本选手有一个共同特点 一个是防守比较严密 抗击达能力比较强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意志力比较强 其实谢雷不该给他打这种阵地战 这种节奏 因为 漂亮 高手 谢雷用一个改变节奏 打乱节奏的一个方法 因为日本人是比较擅长于这个节奏的 就是日本人对头部的防守都普遍比较好 就正面的头部防守 因为那个洪翔2007年曾经到日本参加过这个对抗赛 是吧 感受很深 就是日本选手都非常黏有这种黏 他这年轻就是说体能好防守好 这是他一个特点 你看见没有 他对这种头部防守非常好 现在是要有意思加强对他的腿部的打击 打得下盘 其实这位日本选手是实验空中的选手 他的腿是弹的 吉辅然后对扫嘴 他一会就支撑不住了 然后尽可能的让他的头露出来 把他全打下来 我给吉辅才肯定有意识地把全要拿下来 因为吉辅肯定疼了 在我第一扫 是吧 这样你就有希望 从正面进攻击倒他这个头部了 现在是这个日本人 基本上看起来他的动作不是太快 转身一个边界的 他的这个腿法的这种刷伤力还是有的 到 非常轻松的 一个扫踢 对 所以 你在看我们这个系列 就是他的攻击点的变化非常多 对吧 我扫踢完了之后 你看对方变化我再来一个 而且我左右扫你 你看他左右 是不是 这是我要左右腿的这个力量军统 这是一个高手的在这线路这种变化 高水平的比赛 他的吉达点也非常多 刚才这个 转是个后拳踢 掌灯 第一回合结束 所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